歡迎收看 老師應該很少吵架吧 我覺得很少 也不能說很少 因為我結婚25年 那婚姻有很多的階段 但我自己的體驗是 一直吵架會耗損感情的存在 存在 最多 是為了什麼吵架 因為我們兩個還一起創業 所以在公事事業上 難免很多事情 會有不同的想法 她要投資這個 妳不准她那個 我不會 她要買這個 沒有啦 不會這樣 花錢這叫小事 我覺得比較多的是 做法跟理念的想法不盡然相同 還有選餐廳 對 不會這種小事情 那也不會小 因為我說了帥 對 會壓抑 妳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什麼 實際上會壓 壓抑 就是冷氣 有一天爆發 我覺得你都是用你的想法 好 妳在家很壓 我覺得 我覺得是很壓 很像在家裡地位最低 滿不滿的 其實我是滿了解 施葬的處境 一眼跑 有時候就是這樣 順順地走 疼老婆就順她的意思 而且是 女座 妳上次說什麼 妳說 什麼 Happy Wife Happy Life 對 也是吧 女座能夠這樣子依著對方 是真的愛對方 是真愛 因為處女座她有自己的想法 我老婆是雙女座 她有被發現了 她被發現了 她被發現了 我覺得不是 打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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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實際上是假處女 就是說她雖然是處女之後 可是我堅決 假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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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處女 我掉到處女 你只要接受感獎的 你卻講得到 對 我掉到什麼陷阱 所以不是實際上名字 我覺得倒不是 結婚那麼久 開開玩笑 你說真的讓范 范范一定有很多人 會忍受你的地方 那對 很像的 人沒有完美的 對 但如果說為了 維繫相處的愉快 有的事情也不要太計較 對 一炒多了總是磨損 可是今天在座的 有一個婚姻的殺手 要來給大家 真的 琪琪來歡迎 好 婚姻的殺手 許娼樂 我覺得話要好好說 是要學習的 也是一種能力 而且說好話是要拉近距離 不是要吃他秘密 隨便講到這樣說 他這個 他這個是最難 最難祝福人家幸福的那種 我告訴你 這幾年我觀察下來 感情喔 一被祝福我就不會珍惜 你看他 你看有些人是被反對的 他反而會謙虛去好好保護 所以我們結婚點你要廢除 難怪你每次要唱衰我 結婚點 因為不要祝福 一祝福其實他都不會珍惜 因為我想說 哪一天有一對新人 找到你證婚的話 那是真不被誇信 就是被祝福 對 誰這麼笨 好 歡迎常德老師 對啊 好 下一位最怕老公 有話不直說的 辣媽人群一浩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一浩然 有什麼事情不要悶在心裡 一定要講出來 因為悶酒會生病的 是 好 下一位最怕老公管太多的 可愛人群Gigi 我們當然要負責我 這個也要問那個也要查 每天都把自己那種 跟私家偵探 彼此欣然不是很好嗎 新婚喔 妳要女兒多久 妳住持會開心 歡樂 新婚啊 快樂 好 下一位最討厭老公 疑心病太重的 嗆辣人妻楊浩如 真的 大家好 疑心生暗鬼 所以我希望夫妻 在身心靈方面都要坦蕩蕩的 好 好 來 我們去碰到這些狀況 前半是要真的一直吵嗎 首先第一個狀況是 回到家就擺爛 不願意分擔家室 好累 我覺得夫妻有時候就是 你希望對方的分數 可能按照你的要求 這麼高的時候就會很痛苦 因為我是一個有潔癖的人 完美主義者 對 我剛結婚那幾年嚴重到 我老公譬如說 他拿個咖啡在喝 然後一喝完放下來之後 就開始看杯子 我就一直在想說 他到底什麼時候 拿去廚房洗掉 好恐怖喔 你會為了下一步著想 會 然後小孩子 我兒子小時候 你知道他嚴重到 跟我吃飯的時候 不小心湯滴到一滴在桌上 他就趕快拿衛生紙 把那一滴擦掉 他就是怕我會罵他 妳會怒哄 不是 我就是看到那一滴 我就會一直看那一滴 然後我就會跟我兒子說 好可怕 我就會跟直入了位子 好生動 像這樣那種電影畫面 對啊 真的 好適合拍恐怖片 然後只有那個公白的 打 打 一直踢到鼻子 然後回去 你什麼時候 壓力好大 我曾經就是那樣子 我後來是突然發現 為什麼我不可以這樣 是因為我給我的家人孩子 壓力大到 我老公有一次 在那個沙發上睡著了 然後我就是剛好 起來變光頭 不是 誰說妳不要把這個一頭白頭 不是 對 我跟你講我老公壓力了 他在沙發上睡著 然後我就在房間 我房間弄好之後 我就要離開房間到客廳 然後我老公遠遠的一看到 譬如說他在睡著 他遠遠一聽到我房間門一開 他就這樣 驚醒 很緊張 你一起來 真的喔 妳會給家人製造這種恐怖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跟我老公說 需要壓力大到這樣嗎 我就是從房間出來而已 他是睡著著著的 聽到房門突然起來 可是是妳當下是不知道 長官出現 妳之前都不知道 我之前不知道 妳會給家人造成這樣 因為我就會為了家事這種東西 一直不斷的在抱怨老公 沒有幫忙我做 那妳很辛苦 妳壓力已經過大 妳自己不知道了 對 那妳那時候帶孩子的時候 也會這樣嗎 帶孩子更嚴重 對 妳一直有幫手嗎 沒有 那個時候沒有 就是自己帶孩子 而且那時候沒有出來外面工作 所以妳的完全的想法就是 專門在找茶 妳知道嗎 專門在注意 誰的湯滴到那了 誰的杯子沒有收 所以因為這些家事 就跟老公常常不愉快 我後來發現其實 有時候要維持一段 好的婚姻或好的感情 有時候你不要把那個標準 射到90分或100分 對 真的 及格就好了 我聽到浩仁姐這樣講 我本來不知道講這個 但我突然想到 因為之前我們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然後有一次我們家的狗就是開刀 所以牠們就是有傷口 有縫線 黃金戀犬 黃金戀犬跟八極度 因為兩隻都同時一起動手術這樣 然後那時候剛好我很忙 然後水安麗就答應我說 那牠出門牠去跟朋友碰面前 會幫我把垃圾倒掉 因為如果不倒 牠狗狗會去弄垃圾桶 就很怕牠們又受傷 好 但是牠就說 我就說好 謝謝你 結果回家一開門我就整個大傻眼 因為滿地都是垃圾 跟到處都是血 主要是血 因為牠們就是去弄垃圾桶 然後傷口開了 我就整個就是大發飆 我就拍照片給牠 我就說我唯一就是拜託你這件事 你就是答應我 你怎麼也做不好 反正那天牠就當下衝回來 就說對不起 因為牠真的趕得出門 然後牠就把垃圾放門口了 牠以為牠拿出去了 好 然後 於是這件事情 其實給牠很大的壓力 我並不知道 因為有一天我回家 我就發現 我們家門口 地上有一個USB 那個外接硬碟 因為很好認識辛普森的 就是牠的 很可愛 我就拍給牠 我說 這是你的那個外接硬碟 牠就說完蛋了 我說怎麼了 牠說這是我等一下演講要用的 我說那怎麼辦 因為牠在台中 為什麼會掉在那呢 因為牠已經走到捷運了 要去坐捷運到高鐵站 然後牠突然走到捷運 就想到垃圾沒有到 牠就又衝回家 然後以至於開門的時候很急 對 然後牠的外接硬碟就掉了 那那場演講 我後來有把檔案傳給牠 那也是被妳害的 所以我後來就有覺得 原來這件事 因為牠一直沒有跟我講說 是因為倒垃圾這件事 隔了幾天牠還跟我說 你知道我為什麼那天 那個硬碟會掉在門口嗎 我就說為什麼 牠就說因為牠垃圾忘記倒 我才知道原來這件事 給牠壓力那麼大 所以之後我都會先把它 包一包弄去 跟妳的也意趣通通 對 因為我兩個老公 都同一個形狀 巨蟹座 老公不是同一個形狀 不是同一個形狀 不會同一個形狀 這個夫妻雙方都有問題 對不對 沒有 我覺得說光 我聽到擺爛這兩個字 我覺得就是一個批判 就是你要想說 這個擺爛可能有兩種狀況 一種擺爛是 人家生活現在本來就是這樣 你硬要改變別人 就是你要不要想一想說 原來人家家裡 就是從小到大 可能都沒有再做過家事 可是跟你在一起以後 就被你要逼迫做家事 尤其是好人家大小職 而且要分擔一半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說熱戀的時候 你就喜歡做嫌棄良母給人家看 所以你一開始就把所有工作 攔下來做 他根本就 一開始沒有做的習慣 以後就不會做了 我愛做 對啊 就是等到你做得不耐煩 才在罵別人 說你都不幫我 這樣算腫脹 你就會覺得會不會讓人家抓狂 而且老婆也潔癖的話 那是 你現在有 對啊 你愛做 對不對 會變成是這樣 因為潔癖會比較麻煩 就是說他不假走別人 就是誰來幫忙 他也是不符合他的規定 因為我以前連鈔票都要燙 我以前 燙鈔票 鈔票 因為鈔票跟發票皺皺的 我放在皮夾 我覺得很不舒服 但是有一點疙瘩就會不舒服 那種人 現在還好嗎 現在不會了 那你過年看到新鈔你會 很開心 對 我覺得那個都是剛結婚 然後小孩子生出來 然後你又沒有工作的時候 壓力 你可以去買紙錢 你還沒使用過 沒有 我覺得說 不要因為愛一個人 想要改變你的生活型態 或是改變你的生活型態 你本來也是一個人在過生活 那你本來也不做家事 然後為了愛一個人 就改變好像自己會做家事 然後變成一人一半 我的建議就是說 不要因為分攤 或是因為分攤不好 所以然後罵別人說 你在擺爛 我覺得這重點 這個東西是容易傷到感情的根 對 我前一陣子看一篇文章 我覺得寫得很好 他說婚姻應該是人生小事 不是大事 如果你把它視為大事 你就會為了獲得這個大事以後 做了很多的偽裝跟調整 就不是真正的你自己 就剛剛曹德老師講 我故意好像很賢妻良悟很怎樣 其實那也是一種詐欺 他以為你喜歡做這些東西 做個婆婆看 對啊 然後你就成就這個大事 進去婚姻以後 你就開心了對不對 因為很多男人會覺得說 你那麼會做家事 把我服侍好 把我弄得像植物人 OK 怎麼一下子就是不准 我再做植物人 植物人 植物人還好 有的是礦物 好 我們看第二種是什麼 你的親朋好友 每週固定來聚會 German 你們現在客廳都是 飛飛翔翔翔霸戰了 German很久沒來了吧 還是來 怎麼來 小朋友 譬如說 範範去有一次去商演的時候 王洪灣來了 可是我就接到一個照片 用微信傳過來照片 是客廳的監視器一種 他用手機翻拍 他說 洪灣怎麼來了 本來英文的監視器的系統 因為我們是凱庫 寬平 還有附身那種 居家監視器 他在那邊看我們 你知道嗎 然後壓力很大 然後我們就說 怎麼會這樣 我說你看那邊 跟他招招手 招手 然後微信還滿 還招手咧 對 會這樣 親朋好友 因為我朋友他們現在住的家 是婆家買的 那一開始我們覺得 還不錯 婆家沒有那種觀念 要年輕人搬回去 南部跟他們一起住 二來的話 也不會有婆媳的關係 可是招就招在 老公的兄弟姊妹很多 而且他們就會變相的 把這個台北的家 很像青年旅社 又或者是Hotel的 每週末都會輪流 就譬如說像寒暑假的時候 就大家會 以周圍單位的兄弟姊妹 輪流來住 然後甚至是寒暑假過後之後 也會有各種的親戚朋友 譬如說 對 然後但是寒暑假過了之後 什麼姑姑 阿姨 嬸生的 也會輪流說 要北上探訪他們 但其實就是旅遊 就會來住個幾天 他們有時候就是為了要 盡孝心 甚至還會把主務房 讓出來給他們用 但是最近更誇張 是小蘇朋友的朋友 反正順道也要來住個兩三天 我朋友就覺得很困擾 可是又不知道 怎麼跟婆家反應 這典型的男人手短 就是都有一點是 所以就很困擾 暑假這種 常會有親戚會來住你們家嗎 對 有沒有 還好 因為 你也是我 心悅臣服願意 他現在的朋友 不是他心悅臣服招待 不熟的那個 這是兩回事 對 就是會覺得 有點衛生的一些問題什麼的 很像 以前我那種表弟也是成為 每個暑假都會來 就是 因為是慢慢這樣 看著他成長 都從香港來 後來有一天我終於知道他長大 他本來是小孩子這樣 慢慢這樣長大 因為我們家都有行軍床 上下鋪都會預留 因為我奶奶很貼心 預留給大家族 他們來不用住旅館 表弟還就住在這裡 我那天終於知道他長大 他睡上鋪 我去叫他起床的時候 對 他旁邊放了一盒衛生紙 表弟 對 老師熱愛棒球規定全家要陪看 好像聽說家裡看棒球是因為你 那當然 師匠跟大神是籃球掛 是籃球掛的 對 老師是棒球掛的 對 因為我從小陪我爸爸 那種日據時代台灣就棒球看 因為我爸爸看野球 牙球 所以我一定要看棒球 所以只要棒球比賽之後 我全家而且不能有任何事情要跟我一起 為中華麗加油 好熱血喔 在拍鼓鼓的廣告是不是 你加油喔 好熱血 Are you ready 我覺得我那種表弟也是什麼 每個暑假都會來 就是有一次慢慢這樣看著他成長 都從香港來 後來有一天我終於知道他長大 他本來是小孩子這樣慢慢長大 因為我們家都有行軍床 上下鋪都會預留 因為我奶奶很貼心 預留給大家族 他們來不用住旅館 表弟他就住在這裡 我那天終於知道他長大 他上鋪我去叫他起床的時候 對 他旁邊放了一盒衛生紙 表弟 為什麼 然後Aman放一半折的 蓋在這裡 好可怕喔 這是真的 我去看那個Aman 他折到那個 最精采的地方 那折的可能明天看 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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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受不了太太 因為太太非常的交友廣誇 他就有很多好哥們好姐妹 那時不時就會去家裡去 然後呢 但先生就是很希望是能夠 跟太太兩個人相處 因為先生平常就是 事業有成的大男人 然後在我們面前 所以只要我們在 他就沒辦法盡情的 跟太太撒嬌或是獨處 所以他就很希望 他們能夠有長時間的相處 那我們這些朋友 其實以前也很不適項 比如說他們可能要去哪裡旅行 我們也會說那我們也要一起去 就大家都要跟 那先生就更活 就想說我好不容易出國 可以有單獨跟太太相處的機會 對 然後像前陣子 我們另外一個朋友就更不適項 他們就是從國外回來 然後就帶著小孩就說 那就可不可以 在台北待幾天就去住他們家 但因為那個小孩子 剛回來有點適應不良 就每天早上大概六 七點 他就開始尖叫 然後整個房間一直跑 一直跑 以至於後來先生就是大爆炸 就真的有的時候 受不了 對 因為就是 沒辦法接受這樣的生活 所以真的有時候 身為朋友的我們 真的要視像一點 不要提出這些無理的要求 我覺得有時候 其實我們也不是不喜歡 人家來家裡 是有時候你碰到的 就是請神容易送神男 就是有些奧客 就是你邀請他來很容易 但是怎麼樣都送不出來 就不回家 然後你就會擾亂 你本身的這些作息 那我有一個朋友是 應該是算親戚 他是往返大陸跟台灣兩邊 他大陸待兩個禮拜 台灣待兩個禮拜 全家大小都會這樣子 他的大女兒跟我大兒子同年 就是四歲 但是他大女兒因此 沒有辦法上學 因為那邊待兩個禮拜 這邊待兩個禮拜 所以他只要回台灣 他每天都會送他的女兒 來找我的兒子玩 然後就把我們家 當作那個托育中心 對 就把我們家當托育中心 然後他們家還有兩個小孩 一個四歲 一個兩歲 然後四歲就送過來 然後兩歲也送過來 然後那個爸爸跟媽媽就很妙 爸爸就開車送他們全家的人 到我們家之後 他爸爸就會說 就跟他老婆小孩說 你先帶兩個小孩上去 我先去停車 我去找個停車位這樣子 就一早 早到晚上十點都沒有回來 然後再打電話 然後他老婆就是 然後我們就會說 怎麼沒回來 他就說沒有 剛好接到一個電話 跟朋友勇約 我先出門一趟 好 那是不是就留他老婆 跟他兩個小孩在我們家 他老婆更誇張了 他老婆第一天來我們家 就會說 你們家附近那個沙龍不錯 我去護個髮兩個小時就回來 我說好 小孩兩個就在我們家 他就去護髮兩小時 第二天他就會說 我今天有約要去弄個醫美 注射一下什麼 那你再幫我帶一下 每天他老婆就有不同的行程 就兩個小孩丟在我們家 到最後他們兩夫妻 是直接放了以後 他們兩夫妻 就各自去過各自的生活 然後他的小孩會在我們家 待到晚上11點 然後我們還要幫他的女兒 還有兩歲的小孩 洗澡 洗澡 就反正就跟著我兒子一起洗澡 那就順便就是一起放一個 就浴缸就一起洗澡 幫他女兒換上了我兒子的睡衣之後 他的爸爸媽媽就還沒有來 重點是我家有一個小嬰兒 我家的那個小嬰兒 是每天9點要上床睡覺的 但是那麼多大哥哥大姐姐 在外面還在瘋 我小嬰兒是完全睡不著 就是每個月的那兩個禮拜 我們家的行程會大亂 這種朋友 好可怕 沒有 我覺得說 如果這個清澡 每週固定來 如果這個每週 都是星期六星期天 真的久了真的會抓狂 真的會累 然後就是 而且我覺得這種感覺 其實你不要想說 比如說像王黃恩 就自以為跟你很熟 就直接去你們家了 我想如果你這個朋友是 所以還沒有小孩的 如果沒有小孩 如果沒有小孩 去拜訪還OK 因為反正大家了解 對 可是如果有小孩 我覺得就很不OK 像我小時候就是 我爸 我媽就很容易 就是星期六星期天 來打麻將 人家打麻將 就不會大人來打 一定還會帶著 自己的小孩來打 對 拿小孩就是 反正就是 家裡想要摸什麼 都隨便的 玩具還要跟他分享 沒有 甚至會打開冰箱 然後就說 這個養的都可以喝嗎 我們慢慢都可以 可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很生氣 那是我的 就一直被釘 那是我的 所以來講就是說 其實久了以後 就會有一種感覺就是說 其實想要推翻這種生活 就是說 一點都不親近 就是家人不是要有一個 親近的空間嗎 就是你也許有人講說 就是你可以到你的房間 可是就是不親近 就沒有辦法 好好在家裡面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人家家裡有小孩 真的要慎重 不要隨便去拜訪 OK 好 第三個是什麼呢 只會埋怨你亂花錢 或常私房錢 我覺得男人通常有一種 很奇怪的心理 所以他覺得他有 他覺得他自己有在賺錢 他很了不起 就是男人他覺得他自己 有在賺錢很了不起 你知道嗎 就可以對另外一半大小生 然後有些男的是假大器 譬如說我的朋友 他結婚的時候 他老公是跟他說 反正我也賺得不少 也夠我們家用 那你就辭職不要做了 養他 對 你就當貴婦就好了 我會給你零用錢 我跟你講這種結婚後 絕對變 男生就會冷嘲熱諷 然後懷疑東懷疑西 他結婚之後 一開始他老公跟他講說 反正我賺的錢也夠 那我每個月給你三萬塊 零花喔 就零用錢 因為家用就是那個男的在付 那我那個女生朋友 當然覺得好啊 在外面上班這麼累 也差不多去賺這個薪水 那乾脆就回家爽爽的這樣子 然後過了沒多久 半年一年的 他老公就跟他講說 你這三萬塊 好像每天就是吃吃喝喝 鹹啦 對 開始了 就是買東西喝下午茶 他說我要改 對 他說我覺得你也沒有在做 什麼其他的事 他說不然這樣子 這三萬塊現在我改一下 就是包含所有有帳單的東西 包在這裡面 就你負責 只要水電費 瓦斯 任何有帳單的 菜場買菜沒有帳單 菜場 對 但他也不用買菜 反正他們 因為他老公也 他們也沒有在家裡吃 他就是有帳單的 基本開銷 包在這三萬裡面 已經有點在刁難 已經有點刁了 好 那他零花的就被減薪了 又再過一陣子 又再過一陣子 他老公又回來跟他講了 就說其實我覺得每個月這樣子 給你現金也不太好 他說我就直接辦一張副卡給你 你以後就用副卡去刷 還是用Coupon算了 結果 沒有 他就沒有現金 然後他老公是給他一張副卡 叫他副卡刷 然後他老公就說 反正不夠的你就用你自己的現金 他這樣就可以看到明細 對 而且他老公都說 反正你身上應該有一筆錢吧 你搞不好存得還比我多 他老公說你以後花錢就用副卡刷 然後他老婆去刷副卡的時候 才發覺他副卡的額度才2萬 又被減1萬了 學生卡 又被減1萬 郵局的那種 對啊 那是學生卡吧 就才2萬 因為好像正卡可以決定你付卡的額度 要做什麼 你可以跟柔行講 然後他老公每個月就看他的明細 打勾的他老公才付 畫掉的他老公不付 畫掉他老公覺得 我沒有必要付這筆錢 你要自己付 好小氣 好想知道畫掉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真實的 他自己衣服沒氣 給小織女還沒夾的 一個景緒 真的 這幾年老師 做一個很好的標準 他一直在標榜 女生要自立自主 真的 經濟努力 對 是不是這樣 這跟先生愛不愛你是兩回事 我覺得婚姻最可怕的殺手 就是讓你不知不覺中 變成寄生蟲 對 你就是一隻蟲 不管他是有心還無心的 久了就會這樣 久了一定會 因為是人性 因為你只要反過來看 如果是我的話 久了我也會不爽 所以現在小織女在看電視 或他們這些小織女 你是希望她不要吃掉 我是建議不管你嫁多有錢的人 都要有一個自己有價值的位置 記住 不要輕易辭職 但是最有大師在 搞不好會吐我潮 沒有 他本來就是很負面的人 不是 不是 不要最後入座 沒有...都正面了 因為我跟我先生結婚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都沒有錢 完全的是白手 對 施葬本來是IBM的工程師 也前途無量 所以不一定會以我的事業為主 可是後來發現我的產業 其實比較有前景 所以實際上是整個慢慢的投入做我的事 後來很多人會叫他徐先生 一開始的時候 就不認識的時候 對 有兩個很有名的人叫他徐先生 一個是趙孝康先生 看到他 徐先生 另外一個就是當時的陳水扁總統 就是有一個機會的時候 其實因為他們太忙 看那麼多人 所以徐老師是徐先生 但我覺得有自信的男人 不會在意這個 他沒差嗎 他沒差 他不在意 但重點是說 我們為什麼後來以徐薇為主 是因為夫妻兩個沒有所謂 誰一定是 怎麼說 誰站在前面或誰什麼 只要對這個家 可以時尚掌聲一下 其實很多男人 尤其是像時尚有這種輩分的 會往心裡去 只是後來沒想到我這麼會賺錢 可是本意不是這樣子 不過本意一開始 他跟我結婚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學老婆不是要做家事的 如果你不喜歡我們就不要做 一定有解決的方法 那時候我還沒有很會賺錢 我就是只是跟他剛結婚 後來現在這樣 當然是不要做 當然是不要做 錯也是意思意思 做給大臣看 做給大臣 對 還是我會 常常要老師交交 沒有 我覺得說 會埋怨亂花錢這件事情 就是你想要管家的錢 你知道管這個事情有兩個缺點 第一個是那管的嘴臉 遲早會讓你 你們感情有損傷 對你很不利 有這種缺激感 第二件事情是管了以後 你就會自以為你有那筆錢 然後你就慢慢依賴這一筆錢 它少一點你會生氣 你甚至可能用不到它 你都會生氣 或者是說 你慢慢開始沒有自己的錢了 因為你都會依賴這一筆錢 養你 你就不要有自己了 所以我覺得管到最後 就變成就是說 管他嘴臉也難看 然後又想要越來越貪 你說人家會不會有兩筆帳 你說你會不會得到最少 而且搞不好只得到一些債務 我的建議的方式是說 其實不要管 可以得到的錢比較多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不負責你 我就沒有那個嘴臉 沒有那個管你的壓力 所以你 因為我都沒有跟你主動要什麼 你反而心甘情願給我的東西 因為人生很常 總會有一些感動 你心甘情願的時候 你沒給我都好 我也不用管你 我好好護著我的錢 你也弄不到我這邊 不是很好嗎 對 第一 老師教得好 好 第四個是什麼呢 提出自己意見想法就會被吐槽 我覺得 妳家是妳說了算嗎 沒有 其實我在家很小女人 少在那邊見人 真的 發誓發誓 妳覺得發誓得回來嗎 妳那邊嚇到站起來 我跟你講 妳從那個時候 我每次都在節目中 在替自己講說 我真的只是長得 看起來強勢 但其實我很小女人 妳很溫柔 對 鮮實 沒錯 但有時候 真的是我提的意見比較好 對 這才重點 還有好來講 對不對是好 不是哪一個比較好就 比較好建設性 對啊 真的 但是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個性比我還要強勢 我覺得是因為她本身 在那個職場就是女強人 你知道女強人 又是主管的時候 她常常下屬就是 都是聽她的意見 那她九二九剛好 我沒有 我是看那個 是不是 只剛好妳經過女兒 我沒有 不是這樣 真的 怎麼一樣 嚇死我了 就變成說她的意見 永遠都是那個 下面工作人員都會聽 所以她回到家 她就會習慣性的 覺得以她的意見為意見 可是問題是 有時候我們朋友之間 聚會的時候 她老公其實就 我覺得是真的也很愛她 但也滿可憐 譬如說有時候 我們會規劃說 我們夫妻 幾對夫妻是不是下 什麼時候要去玩個 三天兩夜 她老公就說 我覺得花蓮不錯 她老公只要一講完 她老婆就說 花蓮 妳不知道我們有小孩嗎 花蓮我們用 你看坐火車 火車也不方便 而且到那邊還要租車 那如果開車的話 要走梳花 梳花這樣子三天兩夜的話 我們的孩子怎麼會 逢老公必返 對 她在講 她老公說花蓮 那夫人 宜蘭也不錯 宜蘭 妳去看看這樣子 雪碎有多塞 那我們走北宜 為什麼口氣 怎麼跟你北一樣 沒有 沒有這樣子 城市的平衡 不是我啦 我們走北宜嗎 我們走北宜 連我這麼強勢的人 我看到她 我都會覺得 離我這麼強勢 妳可以承認嗎 露現 可是我看到她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因為畢竟我結婚十九年 你知道夫妻這麼久 有時候 女生強勢過頭期真的不好 因為我自己是過來人 我有時候就跟她講說 其實妳不要當場去 給妳老公難看 因為朋友都在 妳可以回到家再講 因為我自己知道 有時候女人 什麼都要聽她的時候 其實男人久而久之 她就會覺得說 我講的意見妳從來不聽 那我就選擇閉嘴了 那這時候女生會說 妳講嘛 妳講嘛 妳出點意見嘛 對 我覺得這對感情 是會傷害 對 很傷 老師妳不算是一個強勢的人 妳覺得雷穎跟我相處那麼久了 旭常德 為反而反別人說什麼 根本耳朵異 常惠老師 妳是願意接受別人意見 我告訴妳 像我這麼容易跟人家 意見不一樣的人 因為妳是吃飯的 因為是這樣的人 我告訴妳 我越知道說 有自己意見 現場一大堆一大搖頭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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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 我遇到的例子比較特別 因為我自己知道 有時候女人 什麼都要聽她的時候 其實男人久而久之 她就會覺得說 我講的意見妳從來不聽 那我就選擇閉嘴了 那這時候女生會說 妳講嘛 妳講嘛 妳出點意見嘛 我覺得這對感情是會傷害 對 很傷 老師妳不算是一個強勢的人 妳覺得雷穎跟我相處那麼久了 完全不是 我覺得溫柔 可是好像聽說 家裡看棒球是因為妳 那當然 師匠跟大神是籃球掛 是籃球掛的 老師是棒球掛的 對 因為我從小陪我爸爸 那種日劇時代 台灣就棒球掛的有沒有 因為我爸爸看野球 牙球 所以我一定要看棒球 所以只要棒球比賽之後 全家而且不能有任何事情 要跟我一起為中華隊加油 對 好熱血喔 在拍體育所的廣告那樣 就是 加油 好熱血 Are you ready 不是這種事情是對的嗎 那天你如果吃到有排局 我兒子要出去打電腦 絕對被趕出門 這種嘗試應該還可以吧 偶依為之 常常都在走你開球 這偶依為之 沒有 我覺得說 在一個關係裡面 其實都沒有自己的意見 其實很糟糕 那我覺得說今天不是講了很多 就是每個人 其實都是在講一個 你個人很主觀的意見 然後也不願意讓別人 然後別人跟你不一樣 你也沒有一個啞亮 去接受這樣的一個空間 常柯老師 你是願意接受別人的意見 我告訴你 像我這麼容易 客家意見不一樣的人 因為你是吃飯的人 因為是這樣的人 我告訴你 我越知道說 有自己的意見 現場一大堆一袋搖頭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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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我遇到的例子 就是比較特別 因為我以前就是 約會的時候 很容易遇到怪咖 因為我本身是個怪咖詞 以前啦 以前 然後那時候就是 非常怪他 他以前學生的時候 我就認識他了 我告訴你 比SOS還怪 就是怪生的樣子 可是現在看起來就 蠻nice的 以前小時候 壓抑 以前小時候 就有很多想要表現自己跟表達 你笑出來都會 類似比較多這種正宗 是喔 好啦 就是反正我那時候就 有遇過 控制慾很強 比如說 帶你去吃火鍋 那那個牛肉片 我就想說 好 我就是這樣散一下 就嫩嫩的 就趕快夾起來 他說 漆上拔下 沒有 他不是 你要鋪在那邊 不要動它 然後它顏色變的時候 你再動 沒有 可是我想 不要碰它 我就好 這麼嚴格 我就不想吃了 好 那另外一個是 所以比如說可能 因為剛交往 你就想要帶給長輩 或是朋友們看 然後那天就剛好 有一個長輩 他們就過生日 然後我就想說 幫長輩慶世 我們就訂了一個海鮮餐廳 然後訂了那個火海鮮 有一些是現殺的 就是我就把那個 剛認識 正在交往的男朋友 那時候就帶過去 然後一端出來 一到就是現殺的 他就開始念經了 他就說不可以殺生 對 而且是當著我長輩的 朋友都在現場 他就開始 連他們都要控制到 他有一個很不能理解的 就是有時候 譬如說跟男生相處 或我跟我老公好了 男生他自己可以講 我們不能講他 我老公就是譬如說他傳簡訊 給他 譬如說他傳簡訊給我婆婆 我婆婆帶我兒子出去玩什麼的 他會傳簡訊給我婆婆說 在哪裡 回家了沒 這樣 我婆婆就會回她一個 先吃個飯 這樣 然後我老公一看到 我老公就會說 為什麼 為什麼我媽媽講話 總是這樣子答非所問 沒有 就是在外面 還沒有回家的意思 他是回家吃個飯 還是怎麼樣 他會遲不答 他不會說我幾點 我到家了 他不會針對你那個問號 他會說先吃個 他會回答他想自己的問題這樣 然後我老公就會說 為什麼老人講話 就是答非所問 這個時候如果我在旁邊說 對啊 你才知道 你媽每次講話就是這個樣子 我就是問他以後 我就會問聽不清楚 所以就是會有很多 溝通上的誤會什麼的 我老公就會回頭跟我講說 我覺得他也還好 剛剛是你自己先講的 他就說我也覺得他還好 這個是還好吧 他自己講 對 他就會這個樣子 譬如說有時候 有些譬如說我朋友 他們爸爸媽媽年紀比較大了 然後家裡幾個兄弟姐妹都不太照顧 都只有他們家 他老公在顧這個爸爸媽媽 然後他老公有時候也會感嘆說 有時候自己一個人就會覺得說 看看電視的時候就會說 其實真的這個擔子還滿累的 他老公自己這樣講 他老婆就會在旁邊說 所以我說 你們幾個兄弟姐妹自己要輪一下 你不能夠怎麼都 你們開個會大概什麼 他老公就說 怎麼樣 我們家的事關你什麼事 我自己喜歡做 我肝願做的 我也沒有要求你 我覺得這樣子我OK 怎麼樣 就是他自己先感嘆說 其實擔子滿重好累 他老婆幫他講幾句話說 對啊 你的身體也要顧 輪流一下什麼 他開始他就反而會不爽 沒有 我覺得說 提出自己一件被吐槽 這件事情有多嚴重你知道嗎 這就形同就是說 你有一個觀念和一個想法 突然被人家腰斬 我們不要說怎樣 你就寫一首詩 你就希望給人家看一下 就是你可能講 你寫什麼東西 我告訴你 這種其實是 最傷人家的自尊心的 然後其實也最傷感情 我的建議的方式是說 其實要說 就是遇到不同的意見 你要第一個時間就先 先讓家有一個 說這種話的立場 要先給人家這種感覺 如果你給他這樣的空間 你在人家心目中的地位 才會提高 不然他覺得說 你就是一個跟你相處壓力很大 越來越沒有什麼水準的感覺 我覺得老師這個教得好 我講一個小秘訣 我跟我先生相處25年 除了看棒球 因為棒球市長也愛看 我先生只要講 任何提出來他想要做的事情 不管我覺得好或不好 我一定先說好 Just do it 我一定先說好 精神層面讓他覺得 有時候是一些 你根本不能接受的事 比方說他要投資一筆 很大錢做一個 我認為是錯誤的事 但我一定說好 因為我覺得 事情也許事緩則緣 你當下去分析去吐槽 會刺激他 更想要去證明他自己 有時候有些態度也是不行的 比如說我寫一個東西 我寫出來了 我熱騰騰跟他跟你講 跟你分享 沒空 對 就是 很冷漠 就是我覺得說這種事是什麼 不表示說 跟你越親近 你對待我越粗糙 會這種感覺 對 所以這個是要有智慧的 不管怎麼樣都說好 其實心裡很不想說 你知道為什麼要先說好嗎 對 這個好的部分就是說 讓他安心去表達一次機會 給他一個這樣的機會 不表示後面不能討論 你不要第一時間 不要讓他給他一個印象 他就說 你就跟一些很多爸爸媽媽一樣 都還沒有講到頭 你都還沒什麼 你那個不成熟 小孩子會碰到路 就是會覺得說 你根本就不理性 以後哪來跟你溝通 先說好 過一下 再說媽 好嗎 太快了 太快了 太快是不是 你搞笑我是真心分享 因為我結婚25年 我的體會是說 這一招真的有用 因為很多事情事緩則緣 你不要一開始就反對或是 你沒想到事情 也都不一定如你想的 一定會不好 這個要學起來 先好 這個是好方法 第二個是什麼呢 只要吵架就冷靜 甚至離家出走 很酸 通常會吵這種 就很多都是很小的事 我們也是 我周圍有一對夫妻朋友 然後那時候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們就是在台東結婚 所以我們就有一群人說 好 我們要一起去參加那個婚禮 那在集合的地方 我們就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他們一直沒有來 然後後來就打電話給男生 他還說 那個太太有一點事 所以我們可能晚一點 然後你們先出發吧 然後我們就開始開車 然後我們就一路開到台東 開很久 我們還沿路完 然後就到了 然後就想說 奇怪 你們都沒有他們的消息 就開始聯絡了 然後男生就說 那個家裡有一點事 那晚一點我會自己先過去 然後我們又到了 就真的很晚的時候 男生就到民宿來跟我們會合 然後一進來就是一個口容滿面 我們就說怎麼啦 他就說沒有 他們出門 就是因為他催了一下他老婆 結果他老婆就大發飆 然後就說好… 那麼重要 那你自己去 然後後來 就兩個人就吵了一下 老婆就出去了 然後他也沒辦法 他就想說那哄哄他 但後來電話也都不接 他想說不行 因為他跟我們約了 所以他就來了 然後那一整個晚上已經沿途 他就一直心不在焉 然後早上 我們是隔天一早去參加婚禮 然後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們已經沒看到他了 他就心系著老婆 所以他的連夜又開車回去 想說還是跟老婆道歉 對 我覺得夫妻或是情侶 有時候真的需要時間跟溝通 才能找到一個相處模式 因為我跟我老公 以前談戀愛的時間太少 我們才談戀愛三個禮拜 三個月 所以我們還沒有摸清對方的個性 就結婚了 結婚之後我老公就是一個 一吵架他就需要先冷靜好幾天的 可是我沒辦法 我就是一定要把架通通吵完 然後才能手牽手上床睡覺 我沒有辦法氣到隔天 隔夜愁沒有辦法 對 所以每次一吵完這樣 我老公就不講話 不講話我就會更火 我就會一直跟他說 你為什麼不講 你講嘛 你說嘛 然後他就會 你一定要輸贏就對了 他就會進房間睡覺 對 你一定要最後 很多女生就是這樣子 他經文未定 然後他如果進房間 睡覺 他如果進房間睡覺 你會更火 你就在旁邊踢他說 你起來 你為什麼還睡得著 你從求覺實在 應該只有你甩人 沒有人甩你 你不要這樣子 我心態是這樣 然後每次就是因為這樣子之後 原本可能只要冷戰三天的 我們曾經最高半個月沒講話 還睡同江床嗎 睡同江床 這不可能 這冷冰冰 就是他可能只要冷靜三天 就沒事 可是到他三四天之後 他來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現在來跟我講話 我就要跟你講話 這什麼發生在長得比較漂亮的女生 真的 就是沒有我 只有沒有被拒絕 只有我拒絕別人被我心態 所以後來到結婚 慢慢到現在我就覺得說 其實有時候吵架當下 兩個冷靜個一兩天 其實是好的 到一兩天之後 雙方都消化了那個情緒的時候 再來講話 其實這也 反而有增加你們的感情 長得老師交交 沒有 我覺得說 會離家出走就表示什麼 如果你這次離家以後再回來 就表示你人來了 有一次記錄 就是 就是你就是每次遇到事情 你都沒有能力去理性去面對 都是情緒化處理 那情緒化處理到最後會怎樣 就會給他感覺說 跟你生活在一起不安穩 就是 就是沒有能力讓大事變小事 他也沒有能力就是說 在最糟糕的時候 不要超過那個界限 就是沒有辦法做這點 這個會讓人家絕望 就是有一天可能就是會覺得說 不期待你的生活 就像說他會很生氣一樣 就說 你就這樣給我跑出去 你知道我在那邊 像滾燙的那個油水一樣 這樣很危險 燙在滾 對 燙在滾 那會抓狂 到最後會抓狂 真的 老師交完了嗎 交完了 這一趴這麼溫和 沒有 因為我是覺得說你要知道 就像我們香菸 上面會貼一張照片一樣 恐嚇你 就是讓你知道 最糟糕的是這個樣子 你還要不要怎麼幹 照抽服務 對 而且這樣子只能讓他感覺 公主病都沒有好下場 對啊 像他這個就是公主病 對啊 他好像有掌聲 因為遇到一個超有耐性的老公 真的不騙你 不是 是因為我改了 改 可是搞不好有些人 第一次就受不了了 對啊 中平真的是好人的情侶 所以聽那麼多 不要以為真的床頭草床為何 對 時代不同 對 男生女生都要用心經營物 謝謝 謝謝四位來賓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